各位南岛鄉親 大家好 我是欣欣米 歡迎收看今天三過十五星星的南岛新聞 春天是這麼多農作物 會開始生長的規則 但南岛市的地方 如果許多小貧 還有不少大家 另外 鳳梨竟有許多紅花 而且提早開花結果 生未大顆的狀況 三兩將大受影響 農民希望農政相關黨委 能多多協助擔定 灌解用水不足的問題 從去年10月開始 到現在將近半年的時間 都沒有 都沒有餘水 將近要半年的時間 都沒有落什麼好 讓大龍是感覺很無奈 像這一種 植植葉 對 鳳梨的這個時候 地上的跨度和地上的長度 都應該是現代的兩倍了 還縮小到這麼小小的一片 大概今年就縮小 應該會 所以直到七年就差不多五六成 因為蜂水量少 我們到七百塊山頂 最大眾的兩種農作物 茶跟蜂萊 都用賣飲用不良 因為今年缺蜂水 開花數比較少 等到成熟的時候 這種蜂萊變成列國 列國的現象很嚴重 因為缺水 造成蜂萊的提早開花 結果 如果是比較小顆 採取後也保存不久 鳳梨比較黃化 而且果實會偏小 最後是 葉擂肉身果偏更高的現象 肉身果就是粉耐儲存 而且 清一清的已經裁掉了 任路市北瓜山頂 長期以來 都會有關解釀水不足的問題 對處地衡農民也提出建議 可以把零星路那边的水管 接到我们八卦山台地的茶园 风里还有一些水果 八卦山的地方都没有都是依赖地下水 不然就是渍赖水来用的灌溉 那性灌溉的多大? 当然因为地下水现在一半都差不多到20至25块 用起来也是很害怕 其实八卦山汉冠家卫已经提出超过一十年时间 农民安心疾胎所以一直丹未到家卫完成 这个工程应该有20年有了 目前也有在营运只是有少部分 那期间整个计划因为种种的因素来延宕 农委会农田水利储现在目前是由他们来接管 他们在去年也完成了汉冠的整个后续的一些未完成施工的部分 这个可行性的评估 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今年的木政委纸 我们选择这些缺水的问题都是农民最初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持农的这边也真的跟农民 包括我们三小班这边也真的联合 希望说我们的相关大陆包括我们的农政单位 还是说我们的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也好 可以来跟我们同时 我们选择这些缺水的问题 我们老市包括选择四例 既民多数扩到政产质清 这次因为缺水影响到关键的问题 也希望政府可以同时逮换的效应 关键来作出营营 记者显示长报道 记者显示长报道